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耶稣第一次第二次告诉门徒说 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情对门徒造来极大的一个冲击 门徒根本不懂为什么 因为跟他们的期待差太多了 不明白 而不明白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会不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许久 整件事情的发展 却跟我们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也不明白 但是面对这些不明白 无论是对于神的话 或者是神所带领的整件事情的走向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读给你听 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些话之后 他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朵 存在耳朵里面 也就是说不要这个耳朵听进去了 那个耳朵出去了 根本反正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存在耳朵里更重要的是存在心里 也许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经文 我们读的时候不一定明白 但是很奇妙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从很小的时候 我的哥哥姐就训练我要读圣经 读到现在六十几岁了 其实我大概读了有六十年的圣经 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常常有很多读懂的地方 也没办法找一些参考书看 也是不懂 可是呢 就摆在那里 有的时候就拿着来想一想 那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很有意思 可能两年前我读过这段经文 完全不懂 但是这两年当中发生了许多的一些事情 我再读到两年后 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突然明白 原来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 我过去读不懂 不是这里读不懂 而是我生命的经历里面 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些经历 以至于没有那些经历 你就不能够明白 这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原来是指着这个讲的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读圣经都会碰到这样的事 有一些东西不明白 放在心里 不要强解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私意去解释圣经 你就放在那里 时候到了 你就会明白 有一些神所带的情况 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可不可以存着信心相信 祂的意念不同于我的意念 祂的道路不同于我的道路 但是 祂的意念 祂的道路高过我的 祂比我高明 祂是全知的 祂知道整件事情怎么发展 才是对的 才是好的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耶稣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天使 跟祂所预言的那些事情 其实祂不是完全的懂 很多祂不懂 什么叫做圣灵要降灵在 我就要怀 祂不懂 有很多事情不懂 包括耶稣跟祂说的话 祂有些也不懂 祂带着耶稣到圣殿那里去 结果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没有跟来 耶稣说 岂不知我将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 祂根本听不懂耶稣说什么 但是祂一直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些不懂的 存记在心 然后时候到了就明白了 我们一起学玛利亚好吗 对于一些我们不懂的属灵的事 存记在心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很快你生命的经历会帮助你 明白原来祖的旨意 祖的话语是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